好 好 我们来练那个 还是练那个斑装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大家要把它练好 那我们开始练的时候 不要蹲低 你就可以蹲一个高的装 用这个铜子拜观音 但是开始的时候 我看因为我开始教是用往前走一步 但是我看大部分的人为了往前走那一步 都把目的放在往前走那一步了 那方向会错 所以现在不要往前走一步 现在就是双脚 你就去练习 你要做的事情是把两只脚都拉起来 当然是拉不起来的 拉起来就变成大卫魔术了 拉不起来 但是你在要拉起来的过程当中 你不要去尝试用胯 用肌肉用肌肉用腰都不要 你就在这边 你就去做要把自己拉起来 腾空好像要腾空那样子 我们要练的是什么 我讲过我们要培养的是 当我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的里面从下面到上面一直 它会扩张出来一个力量 它会循着我们的筋骨走 那每个人的筋骨强弱跟顺或不顺 它是有差别的 所以每一个人你要去 你要去仔细地去观照 你自己这个力量起来的 它的力量大小跟顺畅度 你不要想 不要想一下子你就可以做起来 你要一点一点很仔细地 然后身体都是要放松的 从里面开始紧 是里面开始紧的是那个筋拉起来的 你做一遍一遍 呼吸不要憋 气不要憋 里面一样尽量松 所以你在做的时候 你感觉到它顺着筋走的时候 你走到你的极限 你感觉你走到你的极限 就慢慢放掉 重来 你的筋可以走满 你就慢慢把它走满 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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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你觉得极限 再放掉 再重来 也就是说用这个练习 我们要让那个筋一次一次一次的 经过这样子 到你的最大限度的延伸 延伸出来放掉 一遍一遍去洗刷它 去把它第一个把它练通顺 第二个把它练强 第三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知道它是怎么分布的 你知道那个力量是怎么走 力量是怎么走的 晓得吗 所以你现在不要走一步了 我看在教练讲习 很多人练 他就用各种的奇怪方法 就要去走那一步 但我们不是要走那一步 那么懂 我们是要用这个方法 把这个方法来锻炼我们的筋骨 跟一个从下往上的力 好 要不懂 好 来 稍微做 对 同指拜观音 布不要那么大 还要小 还从地上拿起来 还要蹲 好好 行 别用力 不要尝试用任何的方法做 你可以再弱 再弱一些 好 放平 脚放平行 平行 好 可以 然后手呢 同指拜观音 然后稍微坐 稍微坐下去 好像坐椅子一样 坐下去 不要那么低 起来一点 稍微一落就行了 落到胯 不要再膝盖 坐 落 对 落 重量不要到膝盖去 你手借我 要在这里 你坐下去 是 哎 看不懂 好像坐板凳一样 坐板凳一样 不要 不要跪 好 差不多这样高 手 手放着 好 现在去做一件 不可能的事 就是 你要尝试 把两条腿 从地上拉 拉 拉起来 不是 知识 知识都不要动 知识都不要动 你就是要去 你去尝试 你去感觉 要把你两条 两只脚 从地上拉起来 也不要站 不要 不要站起来 这个是做不到的事情 这是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我要你们去感觉 当你在尝试这样做的时候 有一个力量会从底下 一直上来 会分布到你的全身去 我要这个力量 我要你感觉到这个 然后不要憋气 不要憋气 气放顺 就去尝试这样 尝试这样做 肌肉松掉 里面会产生紧张感 这个是里 在内的 不要用外面的肌肉做 外面肌肉通通松掉 去试试看 眼睛顺着手指尖 往前看就好 定住 你们就去尝试 我说的尝试 不是你要做什么事情 你就去 要把你自己拉起来 把你自己拉起来 当然是从腿先 把两只脚拉离 离开地 稍微有了 还是没有 脊椎 然后到四肢去 你的身体放松 让这个力量来 把你的身体张开 所以这个 箭椎 稍微往下沉 箭椎往下拉 不要 你现在是往后翘 松掉 往地 对 箭椎往地 对了 那个上来的路 才会震 腰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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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力量起来 你松掉了 还没起来 没有 没有力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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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有 有一点 有一点 感觉有的 你有体会到吗 我是感觉这边 这边比重间 那个筋 筋 重间软啪啪 拉起来 把脚从地上拉起来 然后 让这个力走 让这个力量走 但是不要憋气 你又没有血压高 还好 还好 松掉 往下拉 往下拉 这个通过你那个受伤的地方 你会 你会酸 会痛 也会抖 放 放掉 放掉 前面的功 前面的功夫都浪费掉了 再做 做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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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在膝盖 你现在在膝盖 做胯 错了 错了 这个在膝盖 落胯 对 这里 这里 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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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